你信不过寡人 报 太子不必慌张 大路就在眼前 又像明侍 樊长是出手王后 只是一人之言 这样王后一定咬住 是污告 就算说是污告 这样管用啊 樊长是位分不高 人为言轻 一见正尊 又能如何 只要王后和他身边的人 抵死不认 已知此事死无对证 那么这件事 就大风吹去了 早晨告辞 月儿 月儿 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 赶紧把这粥喝了吧 月儿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曾经已经忘掉的一些事情 我在想我娘亲 想举荆 想威侯 那时候你还那么小 能记住什么 我知道 一定是威后害死了我娘亲 要不然除宫里怎会流传 说父王死前 曾打算废后 好了 月儿 别再提那些事了 提起来全是伤心 我不是故意惹姑姑不高兴的 我只是觉得 眼前的情景似曾相识 目间传话 大王要在承明殿召见八子 好 我知道了 这两日 寡人日不能食 夜不能寐 月儿 你与王后是姐妹 你告诉我 害我孩儿之人 真的会是王后吗 樊长使 出手王后 可有证据 当年杀人奉之时 是童儿亲眼所见 环环相扣 合情合理 可惜 童儿已经不在了 死无对证 若 真是王后所为 大王打算 如何处置 你输失德 寡人探护他 又如何在后宫收复人心 大王要 废后 大王 照理讲 此事既而是施主 末月 不该随意说东道西 但王后是国母 匪后必动国本 眼下暗情扑朔迷离 一发不可欠 牵之动全身 大王 还是慎重鲜为好 月儿 你是宫中谨心修长之人 当年杀人奉案 朕懂宫围 你可疑心过王后 大王 大王明察秋毫 明月愚钝 哪敢与大王相比 你不愿说 你不愿说 那好 寡人打算明日亲自替沈山湖 一定要水落石出 既然大王 要亲自替沈山湖 那还是拿到口供后 再做定夺 用下领说 不愿说 这里啊 到处都是耳目 你啊 进去以后 快快说完 就赶紧走 省得出事了 连累也干人 大家都不好办 那是自然 只要姑姑咬死了 樊长室内便是陷害 谁又能拿姑姑如何呀 王后 这些日子为了姑姑 辗转难眠 看来 无论大王如何决断 姑姑想要走出这暴室 只怕是无望了 要有法子 能一了百了 那样 姑姑也可以少受些罪 来 来 王后 已经给楚国的大王取信 托付楚王 好好关照姑姑的家人 奴婢明白了 是 什么 上护昨晚撞强自尽了 是 他一死 这案子还真不好收场啊 有人要给寡人不迷居呢 是 对于樊长室 与王后不合之说 臣弟早有所闻 记得王兄也曾经跟我提过 说太子莽撞好斗 不懂兄弟之情 何况 如今情势越来越乱 若再不做决断 只怕有人会趁机浑水摸鱼 朱公子背后还有他们的母族 若他们卷入 只怕最后想了解都了解不了 暴法处世则治 背法去世则乱 寡人也想有个了断 但欲速则不大 臣弟请大王深思 这次告退了 大王 张子合适 大王 王后无德当废 太子无能当义 你一介臣子 为何对此事如此热心 难道你想插手寡人的楚衞更衣 不错 张仪只是一介臣子 后宫楚衞 应该与我没有关联 我关心的只是 是自先公以来的商君之政 自大秦立国以来的争霸之心 有无可能延续 你信不过寡人 微臣担忧的只是 大王百年之后 雍军为政 人亡正习 秦国的百年基石将毁于一旦 你何以见德 太子就是雍军 又何以见德 有人就胜过太子 太子勇武好强 的确不是通常意思上的雍军 但是一将无能 雷死万夫 更何况君王 太子蛮状刚毕 不懂得何为审时夺势 比作雍军又如何 敢问大王 他日若太子继位 再遇上公寒和法蜀之争 大王以为太子会作何选择呢 道儿 少爺 金儿虽然天赋异柄 但过于年幼 可是当年周承王继位 尚属年幼小儿 能坐稳江山 全赖母后易疆把持朝政 才有着大周之江山 到今日 延续不灭 母后呈天命而辅佐幼军 并非举世罕见 大王又何必执逆于 公子稷的年龄呢 更何况天下人才齐聚秦国 正因为我大秦法大于秦 若大王 弃秦法而保人情 定会让天下贤良之事 韩心却步啊 过去 秦国的王后弟子 九族秦贵 无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都因为其身份高贵而得到庇护 若寡人再不齐后尘 秦国新政的信用 必将荡然无尊 壮士断腕 取舍之道业 人生如棋 棋手无悔 我大秦自足靠妃子立国 赴我嬴氏之嗣 置我先功 已历经六百多年 三十亿军 此间 我秦国先祖曾于渭水木马 数代君王 死于于西戎的战场中 曾试图争霸 曾陷于内乱 今日的秦国 又到了生死歧途 列位先祖 我该如何取舍 如何决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词